12月23日 天色未明 雅安避风峡基地的工作人员呢 早已起床了 照顾团团圆圆有半年时间的饲养员 屈春茂 更是一夜都没合眼 一早就来协助装箱工作 装箱工作练习好几天了 大家目前非常熟悉 快看他们紧来了 小龙进大龙 换来换去 远圆一点也不在乎 她心里想 这可是老套了 装箱工作非常顺利 远圆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没放下手中的苹果 好像任何事都没发生似的 现在轮到团团了 团团看来也认为这是例行工作 小龙换大龙的游戏 已经玩太多次了 好像没什么可怕的嘛 只见屈阿姨舍不得的泪流满面 却阿姨不止一次地叮咛团团团跟远圆 要好好地保重 我们会再相见的 团团远圆要远行了 舍不得的总是最轻的人 珍重再珍重 距离离别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聚集在基地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了 为团团远圆的远行 他们要献上最后的祝福 避风侠的冬尘很冷的 但是来给团团远圆送行的人 热情可不减 预祝他们此行顺利平安 小朋友准备最可爱的舞蹈 熊猫琴 使寒冷的空气增加了温度 以先后向国家选送了 136只大熊猫 其中有18只被作为国礼 送到国外 因此雅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熊猫故乡 清早八点正 团团远圆赴台启动仪式正式开始了 给台湾同胞带去欢乐与祝福 故乡的亲人会永远思念他们 谢谢大家 是的我们会永远思念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团团圆圆 现在我宣布 大熊猫团团圆圆 从雅安出发 出发了 这是团团圆圆新生活的开始 从此之后呢 他们将在海峡彼岸生活 繁衍后代 在前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时候 沿途都有欢送的人群 高速公路上车速始终保持80到90公里的稳定速度 使团团圆圆保持平稳 最后呢 在车上他们睡起大觉了 大陆方面在熊猫运送过程中 全部采用高规格 不但单线封锁成雅高速公路 更有保全人员层层保护着 台北市动物园所派出的大熊猫管理员 游雪英 王静志 陈毅彪 他们先后数次就到过避风峡基地 实地学习跟熊猫相处的相关照顾工作 游雪英 小游是专程陪团团圆员飞行到台湾 她负责全程照顾 所以在飞机上每隔一会儿呢 她会去探望一次 不放心的还有这位 她是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管理员王静志 她看到的是两只安静睡觉的小宝贝 偶尔呢会吃些苹果竹子的 她里面有很多了 给问这个火山里面的压力和氧气有什么意思 这个跟客舱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温度调在18度 摄氏18度 可惜 对 台北目前的温度是大概17度左右 在另外一头我们来看看 台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还有大猫熊馆的馆长陈毅彦 谁都没闲着 这趟飞行真是任务艰巨 在飞机上的交客呢 即将成为台北动物园中的贵客 在货舱中的团团员员 是没有人会来打扰的 而在整个飞行途中呢 全程允许每半个小时 近距离地观察一次 而每次呢只允许两个人 这次长途飞行途中没有遇到乱流 温度设定在18度没有变化 大多数时间团团员员呢都在睡觉 团团员员情况随时都在精准地掌握中 到猫熊馆的馆长陈毅彦呢 在第一时间掌握全部状况 昨天还很紧张 今天已经不会了 紧张因为我们睡不着 刚好睡不着 真的睡不着吗 你那好几天没睡好 真的哦 你有没有考虑夜宿猫熊馆 今天就是我啊 下午5点02分 专机抵达桃团员国际机场 从这刻起 团团员员正式更名为大猫熊 因为在分类学上 猫熊分类为哺乳缸 食肉牧 熊科 大猫熊鼠 防检局跟海关人员早已等候多时 飞机刚刚停拖 立即展开工作 团团员员还没下飞机 吊车的消毒杀菌工作就在进行了 为了确保他们的健康 一点都不能马虎的 团团员员平安抵达台湾的消息 立即由电子媒体透过电视播出了 而传达到海峡两岸的每个家庭中 所有关心的人都是既欣慰又庆幸 飞机停拖 防检局派出的工作人员呢 以及海关的查验人员 登机到货舱中 去为团团员员服务了 这个时候团团员员体温正常 在另外一头台北市动物园呢 大猫熊馆内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团团员员即将离开机场 要启程到新家了 他们表现得真好 在避风峡基地的屈阿姨呢 一定会大大夸赞的 看团团员员要下飞机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是大猫熊在台湾生根的开始 小心的运送过程 每个人都集中精神 全力以赴 不能有任何闪失的 打猫熊馆中一切就绪 只待教课进驻 从桃团国际机场出发 前往木炸台北动物园 乘坐的是有空调设备的大货车 全程由警车开到 猫熊迷在寒风中等候着 欢迎声中 团团员员进了新家大门 这一路上平稳的行驶 使他们毫无所惧地又睡了一觉 团团员员第一顿饭吃的是家乡所带来的翠竹 工作人员正把竹子要洗干净 搬进他们的新家中 让他们随时都能食用 23号晚间7点半钟 团团员员的专车 抵达台北市动物园了 首先下车的是团团 香龙加上体重 一共重有300公斤呢 什么 早晨不是刚玩过幻龙游戏吗 现在要再来一次了 没问题 我们都是各种老手 到了7点42分 团团走进了检疫社 这个新家看起来相当不错 干干净净 还有新鲜的竹子可以吃 太满意了 可是远园在哪呢 远园在这里 原来远园比团团要晚了一步 远园也熟练的 再玩了一次幻龙游戏之后 走进检疫社 他们将在这个设栏里头 度过检疫棋 换了新环境 当然会一段适应棋的 两只交客好奇地 端详个四周的环境 团团团在这个时候呢 表现了镇定的男儿气概 看远园呢 有些许的不安 她不停来回走着 到处看着 最后这样的任务的完成 能够让猫熊真正落脚台湾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 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引进 尤其是它在保育上的价值 以及跟能够让动物园 跨足国际的一个保育事物 来讲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任务 那我们也希望 就我们过去的医疗管理的一个经验 确实能够在未来 能够参与整个熊猫的保育的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使命感之下 让我觉得这件事情 即便中间有许多艰难的部分 我们也应该坚持到最后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使命感 让我能够一直突破 中间所有的一个困难及压力 那我们也希望 最后熊猫能够顺利来台 能够让台北动物园 正式开展相关的保育的事物 也让台湾在保育的努力 未来在国际上都能够看得见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效益跟互动 我相信这些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 7点58分远远吃了一口苹果 团团看到远远的动作呢 也在8点01分选择了台湾绿竹 接着是喝清水 吃窝窝头 所有的人呢都放心了 团团远远对新环境的适应 看来不会有问题 对于新鲜的台湾绿竹呢 也相当喜爱 台湾是他们的新家 也希望未来民众来参观的过程中 对生命的基准的尊重这件事情 能够保持低调 保持声音的低 然后不要用闪光灯 像这样的一些事物性的部分 民众可以主动的认知 而不需要民众 不需要我们的同仁在前面再提醒 那我相信台湾就已经进不到一定的水平之上 12月24日 大猫熊团团远远入驻台北市动物园仪式上 海峡两岸动物交流访问团的团长 赠送了团团远远基因档案 由郝龙斌市长代表接受 并且表达一定会让他们健康成长 早生贵子 好